新加坡大专院校的同学们大家好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静 此刻呢我是在南开大学嘉宁学社的小院内 与大家呢一起就《居水月在手》这部电影进行分享 大家知道《居水月在手》是以叶佳莹先生的生平记录为原型的一部文学记录电影 他呢于2020年10月16日全国供应 那么今天呢有幸来到新加坡与诸位见面 我觉得呢代表片方代表制作方也代表叶佳莹先生 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那么我身后呢是我们嘉宁学社的这个园子里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 就是一个月亮门 月亮门的两边呢有两句诗 这是叶先生当年在伦县区的北平写的两句诗 第一句呢是入室已拼愁似海 下句呢是陶缠不戒引为名 大家想想看那时候作为一名不到20岁的大学生 也许叶先生的年龄和大家诸位是正相当的年龄都是一生中最方华的时节 那么叶先生就对于人生有这样的体认说一个人如果不出来做事情也就罢了 如果要是出来做事情那你就要想清楚你即将面对的是仇而且是四海的仇 一个仇接着一个仇像海一样无边无牙的仇 入室已拼愁似海 但是我们也发现叶先生他很长寿 那也很多人呢要来请教说叶先生为什么能长寿 其实我想与他的下联很有关系 那就是陶缠不戒引为名 叶先生他有着积极的入室的执着的一面 他希望通过诗词能够引领普度更多的人能够从诗词的此案达到彼岸去 能够领略到诗词中那份光明那份美好 但是他自己却有拿得起和放得下的一面 所以是陶缠不戒引为名 一个人不必然逃到深山老林里去才是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 而是说只要他内心之中有这样一份从容与淡定 那么就可以大隐隐于世 陶缠不戒引为名 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 我们呢一起看一看家灵学社月亮门上的这两句诗 我想呢作为我们这次居水月在首电影宣介会的一个导引 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们 我们通过居水月在首这部电影 走进的不仅仅是一位中国女性 华人女性的百年孤独史 不仅仅亲近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年沧桑史 更重要的是在2020疫情之后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了更多的时间开始反省 开始思考 究竟我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那么从叶佳寅先生他的一生中 他的90多岁的时光中 那么电影浓缩的沉浸式的为我们体现了 是一种怎样的画面 或者说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力量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观影后 大家可能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那今天呢既然是做宣介 我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导演 陈传兴 陈传兴先生呢 他是留法十年的博士 所以他在法国读书期间 不仅读了心理学的硕士 符号学的博士 而且还拿到了法国的艺术荣誉勋章 那么陈传兴导演在拍摄《居水月在手》之前 其实已经完成了他的诗歌三部曲的前两部 第一部是《诗与历史》 那么那部影片呢就叫做《如物启食》 陈导演拍摄的是《诗人正愁愚》 那么第二部呢是陈传兴导演想要完成的《诗与信仰》 那这个信仰呢 我想肯定很多朋友们都有自己的思考 但是在这部影片里面 陈传兴导演拍摄的是《周梦蝶诗人》 那么这部影片的题目叫做《化成再来人》 那么在叶佳莹先生的这部文学纪录电影中 陈传兴导演他想要完成的 是《诗与存在》 所以也就跟我们刚才抛出的那个问题一样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看了电影之后 还是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有限的经历 或者是2020疫情之后的反思 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生存观 有过一个更加系统更加清醒的反思和体认呢 这是整个影片可能需要我们思考的宏大问题 因为我本人呢在南开大学只教中国古典文学专业 所以我可能呢还是想更多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部影片里面出现了很多绝妙的诗词 当然叶先生他本人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大家 那么他一生呢解读的诗词很多 而且呢有很多都成为了经典传颂的篇章 在居水月在首这部影片里面 我们会看到叶先生他解读的 讲解到的作品有很多 比如说在影片开头部分 曾经有叶先生自己诵读了王国为的一首《幻西沙》 世上高峰窥浩月 偶开天眼去红尘 可怜绅士眼中人 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或者说需要我们思考的是 叶先生在诵读这些诗词的时候 虽然是前人之作 但是陈导演在运用这些作品的时候 其实也有了对于这部影片的一个升华 也就是说其实整部《居水月在首》 它不仅仅是在以一个他者的或者是亲历者的视角 在旁观在描述在娓娓道来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天眼的视角 好像把我们所有的人群 所有的人群都做了一个俯视的全方位的观照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视角 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体认 再比如说在这部影片的中间 有一个核心的部分 就是谈到叶佳寅先生 对于我们词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提出了弱德之美 什么是弱德之美 大家看过影片一定会有自己的认知 其实叶先生是想说 这个弱德之美 也就是说即使我处在一个弱的位置上 但是我有德的持守 我不放弃 我依然坚持 我依然朝着自己的理想 在不断的默默前行 所以弱德之美 也就是说在外界强大的压力下 我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约束的内敛的姿态 但是我还有着一种坚持和完成 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品质 那么在解读弱德之美的时候 叶先生在影片中举了一些诗词 比如说曾经引用到了 清代词人朱一尊的那首著名的《贵电秋》 也期待着我们的同学们能够留意这一点 而且在整部影片最后结尾的时候 我们说也是通过了 秦冠的一首词 画唐春作为结尾 当然旁白是叶先生亲自诵读这首词的声音 柳外画楼独上 平兰手碾花枝 放花无语对瞎灰 此恨谁知 那么这句词 它带给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运 或者说 作为整部影片的结尾 又传递了陈传星导演 他的一种怎样的关怀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将来 大家可以集中探讨的问题 所以整部影片 我觉得里面除了引用前人的 很丰富的诗词 来扩张了我们电影 这样一个声光影像的 集合的艺术表现载体之外 那么中国古典诗词 他的内运丰厚的一种特质 也赋予了这部影片 一个较强的张力 所以自去年公开放映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关于这部影片 成为了一个热烈讨论的 影视圈也讨论 文艺圈也讨论 文学界也讨论 研究者也关注 为什么 因为他解读诠释的可能性太多了 而且文本整个影片 他的解读的文本张力 也太丰厚了 也有待于我们同学们 自己观影后 得出自己的结论 当然 叶佳寅先生 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者 同时呢 他还是一位诗人 所以我们从影片中会看到 叶先生从他最早年的作品 一直到他晚年的作品 有很多也是娓娓道来 那么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 补充一首小诗 可能会有助于大家 来理解这部作品 那就是早年叶先生看到 一位朋友爱拍摄各种莲花的图像 他呢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蓝霞演映万福渠 一片真魂入画图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这部影片 他要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内核呢 他是好将光影物真如 是期待着我们这些观影者 我们这些观众通过这部影片 能够超越一般的色相 一片空蒙超色相 好除光影物真如 也能够得到自己的真如之物 所以这首小诗虽然是叶先生早年写的 评论的是拍摄荷花的图景 但是如果用来我们理解整部影片 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体认 一片蓝霞万福渠 那么也就是说 好像我们看到的蓝霞演映万福渠 好像我们看到的是一朵朵的莲花 有着这种光影的交织 但是呢最后我们一片空蒙超色相 好从光影物真如 也期待着我们每一位观影的同学们 能够得到自己的真如之物 所以我想陈传星导演 他的这部影片里面有很多器物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是宝贝 不仅仅是到西安的洛阳的很多的博物馆 去拍摄了很多文物古迹 也有很多字画 背帖 包括是我们看到洛阳龙门石窟啊等等 一些非常珍贵的画面 而且我想这里呢 还要跟大家提一个小问题 就是整部影片 他在最后的结尾 是一个白茫茫大地 而且呢上面有一行鸟类的足迹 大家猜猜看 那个足迹是谁留下的 当然这个解读呢 也有几个层次 首先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红楼梦》的结局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会联想到 苏氏的那首小诗 雪泥红爪那样一个典型的意象 当然我们说 因为叶先生号嘉陵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嘉陵学社 所以呢 嘉陵评价本来就是一个 能传妙法 妙音的一个这样的鸟琴 所以在雪地上留下的这个足迹 正好是一个鸟的足迹 所以很多暗和之处 都需要大家呢用心去思考 用心去体会 包括陈传星导演 他每一个环节的设计 每一个章节之间的布局 其实呢都是别具匠心的 我在此还可以跟大家 再点一个小的话题 比如说在影片中 我也曾经出兴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我出镜的第一个镜头是什么 其实那个镜头我并不美 所以有很多朋友曾经问说 张老师 你那个镜头并不美 但是呢 导演给的时间挺长 你也没有说话 为什么要有那个镜头 其实是因为在上一个篇章的时候 叶先生讲到自己的母亲 曾经教自己做过中式的衣服 是对筋的这种衣服 那么我第一次出镜那天呢 导演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镜头 就是因为我陪伴叶先生 坐在他身边凉血压 那么我穿的这件衣服呢 是叶先生送给我的 那样一个中式的对筋的衣服 其实也就预示着 我们的诗词教研工作 带有传承 那么我也期待着 就像古诗里所讲的那样 一跃千江水 居水月在手 它里面有水有月 这样的意象 那么我相信每一个人 我们的心田 随着我们自己 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 有着不同的阅读积累 那么我们在观影的时候 就像是每一个人的心田 都有一汪清水 一跃千江水 虽然居水月在手 这部影片是一个月亮 但是映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不同的心田 就像映照在不同的江河湖海中一样 会有不同的倒影 也会带领我们 有进一步的 对于古典诗词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进一步的关注 和传承的热忱 所以古人讲 汇风吹尽六条尘 清净水中初见月 那么也希望 居水月在手 能是这样一部影片 引领我们 走进叶佳莹先生的诗词世界 走进我们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得到更清明的引领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 也能随之不断的增进和提升 那么期待着大家 就像叶先生自己的诗词 里所讲的那样 莫道无人能解听 谎闻天籁声相应 不要说这部影片 大家觉得好像 好像是猜谜一样 有很多问题 我们都没有答案 莫道无人能解听 谎闻天籁声相应 相信我们用真诚的自己的感受 可以去走进叶先生 可以去走进中国的古典诗词 也可以去走进居水悦在手 走进导演陈传星先生的艺术世界 感谢各位